你對那個有水的說來還是有錢的 得水 我們叫它王 然後無水就講了 好 我們今天要講一個水菊 什麼樣的水菊可以得到財 得到水 屋前朝水來 彎曲過堂 往屋二而去 稱為曲水朝堂 所以要曲水朝堂 這要曲水朝堂 但是這個有分好跟壞 好跟壞還是落差很大 後面有解釋 彎曲越多財富越厚 為什麼 為什麼是彎曲越多財富越厚 因為它只要彎曲 這個地方都會回流 這樣都會回流 有沒有 這個地方都會回流 所以彎曲越多 聚水越多硬 這樣會回流 這塊水走到這邊走得比較快 這邊一定會走得比較慢 所以這塊的地方 它壓它在這裡 你給它水看 只要河流轉彎處 河流轉彎處 魚都會在這塊米 這麼水流比較慢 對不對 這就是會聚彩的地方 聚彩的地方 所以說是怎麼人家說 房子一定要在住 環保的地方 因為可以聚彩 其他房子要住環保的地方可以聚彩 房子要住在環保的地方可以聚彩 房子要住在環保的地方 為什麼不聚彩 因為這裡水流會比較擠 這都是 這個就都是概念 像這塊這個地方都會回流 所以這塊你如果看水流的時候 這塊流下去 這塊流下去 魚都會在這裡 魚都會在這裡 所以說 我們要住的地方 一定是在環保的這個地方 這個水會比較慢 會回流 所以吃得到水財 這邊跟著反攻的地方 這水連走很快 你同樣的水在這邊流 這塊你會走得慢 這塊你會走得慢 走得快 所以反攻的地方 水湯齊 吃不到財 所以反攻是得不到財 就是這樣 這都是 其實我們的陽仔地理 都是跟著河流的 大自然的現象在看的 為什麼這裡可以吃得到財 這裡吃不到 你水這樣走來這塊很慢 這裡可以有小魚 有魚 水流到這邊 那邊速度很快 你根本吃得到 這都是大自然的現象 那為什麼說 彎曲越多財富 因為回流的地方就多 彎曲越多 回流的地方就多 所以說水也流到慢 你想覺得上面的水 從山上流下來很快 但是生一個來的這裡就變慢了 可是生一個來的這裡又慢 因為彎曲嘛 會越來越慢 那越來越慢的話 它回流的地段跟回流的速度 都會比較多比較慢 如果水流反向 油門潛流度財物就減少 它有一種是怎樣 一樣喔 這是彎曲的 彎曲的 但是它方向是顛倒的 水流是這樣子 彎曲水流是這樣子的 一樣是彎曲的 但是水流方向顛倒 它還是有財 但是比較少 為什麼會有財 因為它 來給它名堂 貴它名堂 弄這麼多水 我們還吸得到財 但是財富減少 因為它財還是往外流 財富減少 一般而言 來處水寬大 去水財回家 就是怎樣你知道嗎 這間這裡水大港 來來來來這裡 就要洗港水 是不是這裡都會吃水 對吧 這間這裡大港 來來這裡洗港水 變成在火裡 這裡都會吃水 所以宅也吃得到 來處水寬大 去水宅為家 這種的 去水草堂就賺大錢了 去水草堂這麼漂亮 然後來處又寬大 去水宅 這種就賺大錢 這種的 在鄉下 水有可能的 鄉下路也可能這樣 鄉下的路也可能這樣 哪一種你知道嗎 山路 有人住在 山路旁邊的房子 它樓是這樣 你如果建設這間房子在這裡 或者是你建設這間房子在這裡 這邊山路在洗到這裡 你的房子在這裡 住在這裡 這一個水很大 它樓是這樣 你的房子在這裡 這間房子在這裡 這間房子在這裡 這間房子賺錢 這樣你要去水公櫃 你剛才在拜堂水 我怎麼賺 要賺更多錢 這種房子多的是 我告訴你 你如果去一些廟 你看看 都看在樓這樣 有些廟主富 有些廟主貴 有些廟你看的香火燃燒 但是不賺錢 裡面的神明 祖貴 它不祖父 這是一種現象 第二種是 那一個廟的廟地 祖貴不祖父 有些地方你看的廟 一間小孩而已 賺錢賺到必不一樣 但是不祖貴 祖父而已 有些廟是 父貴都有 你說指南宮就是 祖父不祖貴 哪個協會有去指南宮 協會去指南宮的時候 不是這裡 說協會 協會去指南宮的時候 沒有說就是指南宮的地理 什麼人說 有 上面有說 我們那裡去兩邊 這兩邊 這兩邊是尊臣有叫林博學的 他們兩個講的 我是 我是炒話要說幾句 指南宮為什麼祖父不祖貴 那個地理 它有玄疾 其實同樣是老師 我沒有批評誰講 對小錯 這段指南宮 它那個地理 本身它就是 就是祖父不祖貴 你看 指南宮如果往那邊看 等一下 是玄疾 很漂亮 結果它是被 面山後面比較寬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玄疾 你看看 這個是一個玄疾 第二個 指南宮後邊 那家裡那裡是一個純膏很大條的 這裡過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民族大賈廟 那一條膏 那個空照圖你看看 它那個是祖父的 祖父的水 沒有祖貴 有些水是會祖貴 它祖父 那個變成要 要空照圖看 那不然你就要有空照圖 我們就要用空照圖來解釋 此難說 我這樣看 我們看得不來 所以我還看 如果桌地 你都要坐地上去看 就是這樣 那你現在進入電腦那個什麼 說什麼 Google Google就要看 不然你就要從Google看 對 不然你就要從Google看 那現在是可以拉 拉出來嗎 那都跟他講了 所以說你看 有些廟祖貴不祖父 你像那個埔里 一樣埔里 地母廟你知道嗎 地母廟怎麼去 地母廟是多少廟 地母廟那一間是金陰山 金陰山 它是陰穴 哪個陰穴 陰穴 它比較貴氣 比較重 貴氣重 貴氣重 富氣 有 但是少 有一個地方是更是祖貴 富都幾乎沒有的 九花山真的是祖貴 所以九花山你看看 做到很久的十年 好像佛教聖地 祖貴非常的寬 貴氣很誇張 五三十年 跟沒有在寬寬也有寬 也是祖貴 也不祖父 為什麼會有跟沒有在寬寬 跟裡面的祖世子都一樣 在裡面的祖世子 也會有那種現象 九花山是祖貴 你像大吉祖寬寬 祖父沒祖貴 對不對 那你那個大吉祖寬寬 你看那個空照 就看他尾條路 什麼蔣公路 哪一條路 你看 你可以看看 為什麼祖父 祖父不祖貴 好 國內的廟很少 祖貴又祖父的 非常的少 那那個三十條路要很漂亮 大部分都祖一樣 不是祖父 不然就是祖貴 祖父的多 祖貴的少 因為 很多神明在點地 或是人在點地 都會在點地說 先看廟的 那個王都是宰王 你像那個北達五路財神廟 他是祖父 他也沒祖貴 朝天空也是祖父 也沒祖貴 他那個地方的地裡有公照 你可以看到 貴氣怎麼判斷 貴氣怎麼判斷 一般的貴氣一定要 除了入水在走之外 一定要帶點什麼 山洗 山洗 才有祖貴的條件 所以你看很多的廟宇在平地 都是賺錢的廟宇 你看 一檔數得出來有多少是貴的 真的會有貴的廟宇 你要對串店出現 在串店比較有可能 地圖宇 到串店的人 串店的廟宇 這間鄭老師都要去過 我們現在煮過 但是我們現在沒錢 我們這個山形多漂亮 但是我們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沒有整個空障 你現在沒有煮過 但是一兄弟說 你的車也沒有 沒有馬力夠的 八到平面串 也不很高啦 它是一千一百多 但是因為它土然拉 很高 你如果一千一百多是慢慢的八 慢慢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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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土然拉得很快很高的 它比一千三更加 對啊 比一千三更加一四 它是因為平地土然一直拉高 所以八三不夠八 你看仙山九天玄女廟 祂也祖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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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山很漂亮 那個山很漂亮 那你看樓下的靈洞宮 仙山九天玄女廟 祂也是祖貴 祂也沒祖貴 但是兩個坐項不太一樣 所以說下面的靈洞宮還比較有錢 邪靈宮 上面是邪靈宮 邪靈宮是九天玄女廟 下面靈洞宮是關聖帝君廟 兩間啊 對吧 關聖帝君廟它的坐項又不太一樣 所以它也是比較帶點貴又少許負 那上面的邪靈宮 九天玄女廟 它是貴 它不負 一個九天玄女廟 你們兩天有錢自己去看 它主神為什麼是九天玄女 它虎邊拉得很高 又長 龍邊低又短 然後龍在內 龍燒在內 虎燒才會把它包起來 所以坐在裡面一定是無形 一定是適合女神做 不會適合男神 再來女神會很辛苦 所以辦書的都以九天玄女的答案 你可以看那個 前 它左青龍又白虎 然後你再看它的名堂 再看的後山 後山它已經很山頂的嘛 所以它後山不是很高 但是又有後靠 後面又一輪去 很漂亮 前面名堂看不看有狗門的 所以那一個地方是貴氣的山 而不是負山 後山的林洞宮 九天玄女 如果要坐在那裡 林洞宮就坐在那裡 它變成怎樣 龍燒變流回頭 龍燒轉變大魚 本來是龍燒這樣 它坐在那裡 變成這樣 它山形會變 所以林洞宮就難省 關省在那裡 你可以看 你從林洞宮還是可以看的是龍武殺 前後 林洞宮後面的刷就比較怕 因為它會比較後面 後面就有九天玄女 那個那一段山 它後面就比較怕 它會比較高 所以說 比較怕 但是又不會離很近 所以也沒很高 所以說 關省在那裡 都知道 前面名堂 雖然漂亮 但是沒有九天玄女 那個廟 名堂要漂亮 你會有機會 讓人去那裡 幫人蓋水 所以說 其實廟 主櫃 主婦 都看得出來 但是你要主櫃 三行 第四 漂亮才有主櫃 平地 平地的廟宇 要主櫃的情不太可能 水從左或右邊流過門前 像是 腰帶繞燈 然後往 無號 尤其說 欲帶水或欲帶環繞 主財務六親 牛親 類似這樣子嘛 這個放大 那個放大 就是這樣 類似這樣子的嘛 就是這樣 水不管是從哪邊流 從屋前 屋左前流往 後面去後屋 這件叫做欲帶環繞 欲帶水 主財富六親 牛親 因為環暴的水 所以人家在說 剛才說曲水朝堂 欲帶環繞 人家在說 你要聽有 我們要聽有 我們要聽有 不用說我們第一邊有的 像這種的馬路就很多了啦 這叫馬路就很多了 不一定要水啦 路就很多路了 你看那個路會這樣走 比如這裡 這裡是很多房子 很多房子 我們的房子也順著路再走 這個路是這樣子的 對吧 我們的家有可能是蓋這樣 我們的家有可能是蓋這樣 對吧 這家在樓梯的嘛 是不是家很多都在樓梯的 像這邊就像這叫做 威帶環繞 像這叫做環繞 你看看我們太原路 太原路一爪來就看 太原路那剛才到處裡 過了西屯路 太原路過了西屯路 那裡有一百神奇的處 那邊是這個國宅 不是 這叫做環繞 那叫做什麼 什麼威力 什麼房子 什麼威脱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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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國想對面那邊 在那邊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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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點就是 怎麼說呢 像這裏說 反溝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 什麼叫反溝 反溝 反溝 的房子 那 路這樣走 就走這樣走 走這樣走 路這樣走 就走這樣走 所以同樣的這邊的房子 你不買買到 你買 買這一塊的 對吧 這一塊的一定是不買的 對吧 不然 我們地段都先不看 我們地段先不看 商業行為也不看 光這一條路 同樣是同一家建設公司 同一家建設公司建的 在這裡的房子跟在這裡的房子 我們先不看其他的路 也不看這裡的商業行為 就以這個反溝路跟環暴的這個 的計算來說 在這裡建的房子 在這裡建的 同一家建設建的 平數一樣 這家建設一點比較高 這家建設的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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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的平數一樣 格局一樣的話 比如說這個不會四百萬 這個可能三百萬 就不會去 就是這樣子 因為 就是光影反空路的計較差就這樣 再來 如果對他們剛才有天展賽的招桌的房子 我便經常去看看這種房子 幾百萬的房子 這裡四五間別租 譬如說這裡五間別租 剛才這裡有大樓 去這樣 剛才紀錄一間 一間這樣 這樣 這個招桌剛才 這間的價格 這兩間的價格 一、二、三 對嗎 一、三的價錢 跟二的價錢的落差 落差 將近一層 差到一層 兩層 你不會出 真的 真的嗎 好像一層 就這樣 我去看了很多這種房子 他去看到那個 剛好 要叫我去看 看